结果五次婚的姚姓女子 在2021年5月初 与原姓丈夫相约苗栗游乐园玩 案地却联手陈姓情夫 狠心杀害丈夫 再到山区分吃 检方依杀人罪起诉 一审宣判两人无期徒刑 姚姓女子上诉 指控陈南主导杀人 自己参与程度低 二审因此改判姚女15年徒刑 维持陈南的无期徒刑 但到了台中高分院 更一审认定 陈南虽动手犯案 犯态度优于姚女 符合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之下 将陈南由无期徒刑 下修到15年徒刑 两名杀人犯逃过死刑 与无期徒刑 家属痛斥 只能被迫接受 对于判决结果死者胞弟 无奈感叹 即便无法接受 却也只能低头认了 等不到司法还给死去的哥哥 一个公道 下年线网纸与陈一姐台中报道 陈姓情夫靠在姚姓妇人肩上 留下亲密自拍照 两人不止外遇出轨 还狠心杀害姚姓妇人丈夫 死者胞弟爆料 两人不止一次对哥哥下手 姚姓妇人外遇被发现后 丈夫提告求偿 没想到两人因此心怀怨恨 曾偷偷剪断死者叫车 刹车油管企图伤害 判决书指出 陈姓情夫被逮后还变称 是因为原姓死者家暴在线 要给他教训 不慎失手杀人 但检警调查发现 两人湮灭证据后 还盗领死者存款卖掉车 死者胞弟控诉 大嫂与情夫杀人计划证密 明显预谋依旧 但案件历经三审 却是越判越轻 从一开始的无期徒刑 变成有期徒刑15年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国家刑罚权 对于每一个被告单独存在 所以它可以分别 就每个共同正犯 做分别的良心 如果你认为良心都要一致 那代表前面的女方的判决 它可能就是过轻 这时候检察官是不是要依法 去为被告不利益申请再审 要主张更重 那我们也要通知犯罪被害人 在这个案件上 法界人士坦言 不少类似案件 往往是一审判决 最能符合家属与社会期待 但被告能多次上诉 主张自身权利 死者却再也无法辩驳深渊 最终判决结果 往往与家属期待被盗而驰 在一圈杨敬岁利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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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执行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执行 决定之间 转发 执行